何超连斗霄一起视频录制追星男人 这对情侣的综艺节目首次亮相 综艺节目中何超连大气分享认识斗霄 为何动心这些恋爱要诀 网络喷子表示吃得很开心 斗霄和赌王千金怎么会出现交集 又来到一起 今天终于有了答案 何超连称与斗霄是在中国台湾认识的 当时斗霄坐在他旁边积极搭话 大家看过了就在一次主题活动上 但何超连记不得全然 在去洗手间的时候 还跟朋友调侃了现在的男生把戏好漏 并说这个男生不OK 来看斗霄的出印象也不怎么样 何超连还以为斗霄是在编世搭话自己 其实并非如此 后来两人谈了恋爱 何超连再一次谈起这件事 表示自己和自己的确没有见过面 直到斗霄拿出相片才沉渊得雪 何超连才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问题 与宋毅晚上睡在一起的时候 两人还在聊天 何超连表露和斗霄在一起 已有两年多了 盛赞她是个很好的人 在娱乐圈里还没见过这么专一的人 不言自明 就是前任无客群真花惹草辈 何超连还称 斗霄是越变越好 了解前两个礼拜的情况 评价使她 谈起男友 何超连一句夸奖都不能停 对她赞叹不已 袁红和张馨毅网上逼婚刺激小孩子 何超连让斗霄等着我 因为父亲刚刚过世 还在守丧期间 所以无法完成 经常提到已故的赌王父亲 斗霄便会伸出手来安慰 十分贴心 坚信不管多久 斗霄都会一直想要等下去 整个聊天过程中 两人还爆料 私下小声嘀咕 何超连公布的情况下 都管斗霄叫豆豆 其实暗地里叫她小恐龙 而豆霄则叫她女朋友小酸牛奶 那种叫法实在很甜又不腻 现在的年轻人都能玩 也许镜头前两人早已很融洽 私底下一定比这 还需要幸福甜蜜的甜蜜 豆霄为何超连唱了一首 我要你的情歌 声响极具雌性 每一种音乐符号 都弥漫着她对何超连的爱 2019年4月 豆霄被拍到 与一女子在电梯里相吻 感情曝光 之后网友发现 这是一场赌王千金小姐的何超连 二人迅速一同出闻 认可了感情 看得出 这份感情是用心去看 而不是随便玩的 此后何超连公布的采访中 军队其男友胜在部署 称其有责任心 人缘好 已备婚 现在夫妻双方早就互相认识了 完婚是顺理成长的事 一切只是时间问题 何超连和豆霄在一起之后 一直低调行事 豆霄也没有借着机会 却大肆宣扬提高热度 被张艺谋带进圈里的 果然是不差的 两个人在一起之后 也是偶尔能看到甜蜜亮相 感情稳定 这对值得期待哦 在何超连父亲逝世的那段时间 有人传言说 何超连要结婚的传言 这时候豆霄也是霸气亮相地说 处于丧气 结婚仪式 皆为谣言 而且在赌王的婚礼上 豆霄也是陪着何超连亮相的 也一度因为身材高大 让人看着 就很有安全感啊 虽然在前期 豆霄也是有一些绯闻存在的 但是跟何超连在一起之后的几年里 豆霄和何超连也是完全没有传出 任何的绯闻谣言 这也说明两人的感情 非常的稳定 尤其在近期热播的综艺节目 追星星的人 两人的互动也是太有爱了 在节目当中 豆霄被铁锅烫伤 豆霄自己倒是很冷静的 何超连看到男友说受伤后 可以说是差点心疼地哭了 一边安慰着男友 一边又拿了烫伤膏给豆霄 面对突发意外时 豆霄的表现还是很冷静的 也难怪何超连会看上豆霄 在最新一期节目中 他们去往空气透明度极高的 绝佳观星地云南 看星星的时候 何超连突然说到有流星 但是其他嘉宾似乎都没注意到 何超连也一直在解释真的有 这时候豆霄说 可能是爸爸 所以只有你看见了 这一举动真的太暖了 从家境上来说 豆霄和何超连完全不是一个层次的人 甚至有人调侃说 别的女明星是嫁入豪门 豆霄这是一个男明星 要嫁入赌王豪门大家庭 但是在见证了一些暖心的事情之后 再想想 其实何超连选择豆霄也不是没有理由 应该说两个人互相选择是没错的 能走到一起的人 一定是因为对方身上一些独有的特质 值得让人喜欢 最新一期的节目中 豆霄看到何超连来了之后 脸上也是抑制不住的开心 豆霄开车的时候 何超连坐在副驾驶 而宋毅在后座 中途豆霄还很开心地握住何超连的手 真的太甜了 后座的宋毅愣是成了电灯泡 有意思的是 晚上嘉宾们都在一起看流星 期间有一颗流星划过 其他嘉宾全部都没有看到 只有何超连一个人看见了 对此何超连也觉得不可思议 就连摄影师都没有拍到这一幕 而豆霄看到女友惊讶的表情后 就小声对何超连说了一句 那是你爸爸 所以只有你自己看到了 何超连听到之后也是满脸惊喜 一直追问豆霄是真的吗 不得不说 豆霄真的太会了 能对何超连说出这句话 真的太暖心了 不愧是烟熏世子啊 满满都是温柔 也希望两人能一直幸福地走下去吧 有关注两人的都知道 豆霄和何超连真的很恩爱 不管是在私下还是镜头前 都毫不顾忌秀恩爱 这样的爱情也属实令人羡慕 对此各位看官们有什么看法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区留言评论哦 我回过来 我这次听到你 我都忘记了 我看下方留言区 我看下方留言区 你不会有什么看法 我看下方留言区 对我们再来 不知有什么看法 可是这次看下方留言区 好吗 现在呢